难怪现在只有奈英一个人守过门 原来是把人都得罪完了 一场2024让网友们炸了锅 本以为是奈英参加了 最简单的我是歌手 结果没想到第一期就是巅峰赛 天后级歌手奈英 也紧张地不敢支持台下 下台后直接腿软道夫强 连自己唱错词了都不知道 奈英扛着压力拿了第三 央视发文 事已至此 速来支援 歌手排名一出 网友们更忙啊 到处疯狂摇人 更好笑的是百万网友 跑到邓子齐直播间 让他来为国争光 邓子齐淡定地吃着牛肉 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冲浪的人 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们让我上一个某个节目吗 我也看了一些视频 其实也真的挺好看 五旬老太守国门 三旬汉将吃拉面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一二季的歌手巅峰会 邓子齐选择了一首新歌演出 节目组也答应了 并一直练习做准备工作 但在上台的前一天 节目组却让他翻唱 邓子齐公司不同意临时换歌 总导演就直接发出了 你不换歌我们就换人 即使错不在邓子齐 铺天盖地地谩骂和指责 都朝他永远 却将他推向了 前所未有的人生低谷 至今也没有对邓子齐 说一声抱歉 究竟是请不到人 还是歌手们不愿来 或许只有节目组才知道 当年2017年张杰参加殷宗 用尽全部实力 带来了一首新鲜 但谁能想到 如此完美的演唱 禁书给了华晨宇的 喊卖小曲 艺人饮酒醉 还遭到观众的嘲笑 不仅如此 张杰当年 因为出于对芒果台的抬现 跑去歌手救场 此时张杰在忙春晚彩排 歌手春晚两头跑 不分昼夜 然而 他全力以赴地 呈现出了一场 精彩的演出史 竟然被同台歌手质疑假唱 这对一个专业的歌手 来说是侮辱 难道唱的出色 就成为了被质疑的理由了吗 而被资本方力推的歌手 离开休音一塌糊涂 不仅如此 他们不投入时间 去努力提升自己 却只想着如何通过炒作 来获得成就 这难道不是国内音中 最大的失败吗